73歲的莎莉法 獨自在公園散步 罹患腺病後 她選擇不洗腎 靠著運動和飲食 來控制病情 現在更有慈激的護理團隊 上門關懷 有護理人員把關 腎有比較安心 這是新加坡慈濟 與盛港醫院合作的 肾衰病友居家護理計劃 從去年開始執行為期三年 不每個患者 會適合患癌症 患者不選擇患癌症 並不代表他們的健康 我們的目標是 這群患者的患者 減少急部門訪問 這群患者的患者 為這群患者的健康 83歲的胡伯伯 也是選擇不洗腎的患者 他想把握現有的精神 和體力 陪伴家人 要吃 我不會痛 就會重高 就是重高壓 新加坡每天新增 5.7名腎病患者 不論選擇洗腎與否 保持生活質量 都是腎友們共同的心願 待新聞李嘉儀 劉志淵 戴小慶 新加坡報導